再把镜头转到东台湾 在台东县的太平溪 因为污水的污染 在过去被称为黑龙江跟臭水沟 不过在这里的出海口 却又是野鸟的天堂 污染的环境跟丰富的野鸟种类 形成了强烈对比 而现在台东县政府 利用人工湿地的生态工法 来处理污水 引来了更多的鸟类 台东县太平溪 是鸟友赏鸟的重要据点之一 每年都有少量的黑面皮鹿 飞到这里觅食 各种的海鸟 咽牙候鸟也会过进这里 是一处野鸟的天堂 但是太平溪流过台东市区 每天有2000公吨的 名声污水流进溪里 让太平溪一直有黑龙江 和臭水沟的污名 相当可惜 不过现在台东县政府 花了2000多万 用生态工法建造 6.7公顷的人工湿地 来改善太平溪的环境和生态 将来这里是一个台东的 油气 教学 生态 然后教育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 台东县太平溪人工湿地 一共有五大池 种了各种不同 吸附污染的水生植物 过滤流进来的污水 最后干净的水 再流进大海 而这样的污水处理方式 能产生更多的维生物 吸引更多野鸟来觅食 湿地的话 其实对鸟类 因为它可以在里面 有相当多的食物 不但对鸟类 其实对一些两栖类 爬虫类都会非常的好 这样的生态工法 处理污水 也营造出城市湿地的景观公园 不过溪流里 还是有少量被人丢弃的 平平罐罐垃圾 想要彻底整治溪流 除了工部门的建设 也还需要人们养成 不乱丢垃圾的好习惯才行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